要说这段时间以来什么是最值得称赞的 那必定是最新发布的12代Core 其不仅带来了全新工艺增加了核心线程数 而且凭借大小和射击更是打得速马毫无换手之力 然而面对这种局面AMD方面也是丝毫不慌 毕竟今年还有着终极绝招任三家处理器 其不仅会采用全新的3DVCache技术 而且还有望获得15%的性能提升 那么关于它的详细信息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就目前而言 伴随了认三价格的逐渐平稳 苏妈的Ryzen 5000系列CPU早已是功德圆满了 甚至还完成了1D3的壮举 同时由于目前货源的改善 首发接近2400元的5600X现在1800元左右却能买到 性价比确实是不错 另外根据目前Hardware Times的最新消息显示 在2021年的Q3季度 AMD在恰爆料处理器的整体市场份额中 环比上涨了2.1% 达到了24.6% 相比时尚占有率最高的AMD K8架构 仅有了不到0.7%的差距 而在细分的笔记本市场中 AMD的占有率也突破了22% 同比增长了1.8% 创下了历史之最 而且所有的一切都得益于Zen 3架构的超强发挥 但比较遗憾的是原本以为在双11和12代Q3的双重压力之下 AMD的Reason 5000系列CPU会有一定幅度的降价 然而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了 毕竟距离Zen 4的正式到来还将等上一年的时间 而在这段时间里对抗Intel的12代Q3 AMD当然也是有办法的 这就是早已被提及的Zen 3加处理器 同时根据AMD所公布的线路图来看 其所预告的X3D新型封装工艺 正是即将在Zen 3加上使用的Zen 3B Cache技术 而在细节方面Zen 3加的架构代号为Break & Ridditch 人家会使用台积电7nm制程工艺 并同样历史于Reason 5000系列 但会以XT结尾来进行区分 而得益于Zen 3B Cache对叠技术的引用 每个CCD模块的L3D缓存将会扩充为原来的三倍 也就是从32MB扩充为96MB 其中拥有两个CCD模块的R95950X和R95900X L3D缓存将会由64MB变为192MB 仅有一个CCD模块的R75800X和R55600X L3D缓存将会由32MB变为96MB 而多出来的缓存会有什么好处呢 目前根据AMD官方所公布的测试结果来看 仅在4.07Hz运行的R95950X 这个游戏性将会直接增强15% 而这样的提升也仅限于Zen 2向Zen 3的过渡时期 至于Zen 3家的核心线程数 TDP功耗等 所以目前的Zen 3大致一样 而主板的AM4接口也将继续沿用 换而言之Zen 3家架构 完全可以被称之为显存加强版的Zen 3 所以玩家们可以放心升级 同时根据供应链的消息表示 目前的Zen 3家已经步入了量产环节 最快将于明年的1月和大家正式见面 而上市支出的售价也会和目前的Zen 3一样 所以届时的Ryzen 5000系的CPU势必会进行一波降价 看来等等党们 你们的机会又来了 但根据推特用户Greyman55透露 其实除了Zen 3家以外 今年的AMD还会推出Zen 3 B2款 也就是魔改版的Zen 3处理器 但与Zen 3家不同的是 Zen 3 B2款相较于Zen 3 并没有架构方面的变化 且会拥有更稳定的性能和更高的频率 颜外之一就是Zen 3的超频版 但其最快将于12月正式发售 最后根据AMD所公布的更新计划来看 基于5纳米的Zen 4架构将会于2022年公布 接着便是2023年的3纳米Zen 5 所以各位玩家们 请继续保持期待吧 而对于升级版的Zen 3家架构 它究竟能不能打赢12代Corena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打门里说出你的看法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记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Key强 我们下期再见